2024年2月10日,加拿大泉州同乡会与北美华商联合总会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楼共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新春晚宴,以庆祝农历新年的到来。 加拿大政界、各界华人社团领袖以及泉州老乡45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欢庆这一传统佳节。 晚宴以邓强庆50队的精彩表演拉开序幕,为道场嘉宾带来了极具传统特色和视觉冲击力的开场表演。 随后,加拿大泉州同乡会秘书长林超信代表谢丘林会长致辞,向所有出席晚宴的嘉宾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和新年的祝福。 今天晚上是农历、甲城、农年正月初一晚上,我们全州同乡会、北美华商联合总会在瑞吉本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了春节晚宴。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馆的杨书总领事也发表了致辞,强调了家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首先,我仅代表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向道场的各位嘉宾和朋友们致以从事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给大家拜年了。 新的一年,希望同乡会在会长和执行团队的带领下,再接再厉,继续团结广大会员,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努力推动会务工作更上一层楼,为促进中加油好,支持祖纪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龙年龙腾虎月,万事如意,恭喜发财,谢谢大家。 加拿大DC省省议员曲杰斌周炯华,本拿笔市议员王白静,劣志文市议员欧泽光等政要也分别上台致辞,表达了对华人社区的支持和对农历新年的良好祝愿。 中华会馆的前华,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执行会长薛小梅,加拿大温哥华福清同乡会副会长李荣群,加拿大龙岩同乡联谊会会长去梅登,以及加拿大福建工商联合总会名誉主席罗松奎等人也分别致辞,分享了对全州文化的热爱和对未来社区发展的展望。 我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出席加拿大全州同乡会,还有加拿大北美华商会的庆祝农联的这个玩意。 其实加拿大全州同乡会,我觉得他们对我们的BC层做了很大的贡献。 他都会股东,他们的会员要投入我们这个社区,参与社区的事务,对我们的企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今天在这里,趁着龙年的大年初一,祝各位龙年吉祥,患世如意,身体健康。 在这里,我祝贺全州同乡会,所有的会员和他们家庭在龙年大吉,在家庭方面,在事业方面都更上一层楼。 在这里,我祝贺大家新年快乐,大吉大利,恭喜,恭喜。 祝全州同乡会春晚圆满成功,祝老乡们农年大吉,新春快乐,谢谢。 晚宴中还进行了一系列精彩的文艺表演,包括歌曲、舞蹈和小提琴独奏等。 此外,晚会还设有游戏和抽奖环节,为道场的每一位老人和小孩准备了贺岁红包,体现了全州人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此次新春晚宴不仅是一次欢庆新年的聚会,更是一个展示和传城全州文化,加强社区联系的重要平台。 通过这样的活动,加拿大全州同乡会及北美华商联合总会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华人社区的团结与发展,为在海外的全州人提供一个儒家般的温暖社区。 音乐 多大愚蠢 今生阿弥 毁生出大人 水风飘动 所有的阿弥 哭哭 荷荷山 丹北冠不动 真正感受你 来笑我 来是咖喱的优优独播 东西的众生的导优独播 心里的优优独播 彼此的优独播 可以计划 这种欠优独播 一次的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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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一生 為君 幾乎到 一生 為君 幾乎到 一生 為君 幾乎到 lendingョhto hand紐的乒乒一 苦江昏 花� год 千言 瑪丁 有淡 风雨 开算 仍然 當花旁 無路 我一虎一草 真是一路 敢這麼有你 來照顧 那是江湖白的 創新團 東京東京來看守大班 是人是人 唱歌唱 彼帶歌 烤铁加南美人第一icher 韩式加拿大在地上 任军春天再到沙山 主杠攝影 寂寞人 assistant 意狂地人 妊娠仍在地上 天天感惨 韩式加拿大在地上 掌聲鼓勵, 撞聲鼓勵, 要打三天 青年齊, 七彩酒, 未來的路經到有希望 但只敢來的掌聲鼓勵, 入唱正經來打三天 人為人, 心祝親, 未來的人, 越點創出, 一條感叉 一條感叉,三條感叉, 起彈了 圈獎, 三條感叉 順路的一場感叉 于迪iva, 向晚和的路感叉 在紅色與飛煙丸, 晚和的目添 有揭和的影響時, 逃動的女王